最近半导体行业又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原因很简单 全球最敏感的产业链现在是芯片 而芯片产业链里最核心的一环台积电 在这次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 再次占到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定价中心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市场一听到台海紧张 科技股就先跌了 为什么台积电的动态会影响全世界的科技资产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一套复杂的供应链逻辑 风险如何被定价的 以及普通投资者要怎么做的事 一次讲清楚 首先为什么说台积电是全球供应链的心脏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台积电它不只是一家台湾的公司 它更是全球科技系统的核心节点 它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技术的壁垒 台积电掌握的几项能力 是现在别人家没有的 比如说5纳米3纳米的先进制程 全球几乎只有它能量产 同时它还拥有最高的良率 最强的代工能力 并且能够稳定的提供巨头级的订单量 全球前沿科技几乎都依赖这套能力 第二呢 是设备和工艺高度的集中 生产一颗先进的芯片 需要ASMO的EUV光刻机 还需要美国的材料和设备 日本的关键化学品 以及台湾的代工能力 这条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 它也不是说不可替代 而是短时间内无法替代 第三呢 是产能布局高度集中在台湾本岛 台积电70%以上的高端产能 都在台湾的两座核心工厂里面 这就意味着任何地缘风险 都不再仅仅是台湾的风险 而是整个全球科技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 全球科技巨头为什么说离不开台积电 我们具体来看几个大家熟悉的名字 苹果 英伟达 AMD 高通 特斯拉 亚马逊 谷歌 他们的核心芯片 绝大部分都来自台积电的先进工艺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安全 就是全球科技的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台海的任何变化 都会被市场视为全球科技行业的敏感地带 那么半导体产业链的脆弱点在哪里呢 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 我把它拆解为三个关键的层级 第一个脆弱点是设备的垄断 比如说EUV光刻机全球呢 现在只有ASMO能造 没有EUV就没有5纳米3纳米芯片 而台积电正是EUV最大的客户之一 这种设备集中度过高 就构成了第一道脆弱点 第二个脆弱点呢 是代工集中 形成了台积电加三星的双寡头格局 先进工艺基本上是由台积电主导 三星作为补充的 其他厂商呢 则普遍落后5到10年 当供应链如此集中的时候 地缘风险对他们的冲击 会被无限的放大 第三个脆弱点呢 是需求集中 全球科技巨头和台积电深度绑定 无论是苹果的AM系列芯片 英伟达的GPU AMD的CPU 还是高通的旗舰SOC 特斯拉的FSD芯片都离不开台积电的工艺 因此台积电的每一个变化 都会直接影响全球股市的科技板块 那么市场到底是如何定价台积电风险的 这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给大家提供四个分析的维度 首先是风险溢价 这直接表现为科技板块先跌 每当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 美股的科技股会最先跌 台积电的ADR下跌更明显 港股科技板块波动也会加倍 这是因为市场把风险溢价 加进了估值当中 不确定性升高 科技股的未来利润就要打折扣 其次是估值折扣 也就是说即便股价赶涨 但是市场也不敢给高的估值 台积电的PE一直不高 也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因为它太关键了 处在关键区域 而且具有地缘敏感性 导致市场永远不敢给它太高的估值 第三就是供应链的再配置了 这是科技巨头提前做的风险对冲 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 苹果在寻找更多的备选供应商 英伟达增加和三星的合作 美国拉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厂 以及日韩在欧洲重建晶元厂 这些动作的核心逻辑 不是说台积电不行 而是它的地缘风险太大 必须准备备用的方案 第四是全球资金的避险流向 当半导体风险升高的时候 资金会自动流向国债 黄金美元资产 大市值的蓝筹 电力能源公用事业 以及低波动指数基金 这是全球市场几十年形成的避险模型 那么如果台海局势紧张 芯片产业链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这里仅仅讨论紧张的态势 而不是极端的情况 这种紧张本身就足以影响全球市场了 首先台积电的ADR会提前反应 美股的科技股的估值会随之下降 全球科技股的市值可能会蒸发 供应链备货的周期会被拉长 同时美国日本韩国的半导体股票会被动的跟跌 A股的国产替代概念可能短期会受益 但是长期仍然需要业绩的支撑 而全球的经典厂投资会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期 动荡的根源并不是台海本身 而是因为全球科技产业链现在过于集中 那么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不要重仓任何供应链单点风险巨大的资产 尤其是单一的科技股高估值半导体的公司 因为他们最容易被地缘风险触发 第二提高资产的分散度和可替代性 越是不可替代的资产它其实越脆弱 越是可替代的资产它越稳健 家庭资产配置必须要多元化 绝不能压住单一的行业 第三构建一个能够扛住风险的长期组合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个可以执行的模板作为参考 你可以把资产的30%到40呢 配置于国债或者是雇收类的产品 作为你资产的底盘 10%到15呢 配置黄金实物或者是ETF 作为在极端情况下的缓冲 20%到30呢 配置大蓝筹 给你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同时呢 把科技类资产控制在15%到20% 以管理你的资产敏感度 同时进行10%的20%的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 以降低区域集中度的风险 最后呢 你还要保留出6到12个月的家庭现金储备 我们的核心目标啊 不是去预测未来的局势发展 而是让自己的资产 在任何可能的未来当中 都具备生存的能力 台积电不只是台湾的企业 更是全球科技体系的核心节点 科技越发达 产业越集中 全球越相互依赖 整个系统反而显得越加脆弱 地缘风险不会消失 它会反复的寄入资产的价格 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 能够抵御不确定性的资产组合 只要你的资产配置结构足够稳健 那么无论全球供应链 如何风吹草动 你的家庭财富 依然能够稳稳地向前发展 我是苏涵 我们下期见